雷尾聊四季天天之不星 大家好我是雷尾 今天來看危機人對上亞美尼亞人 這場比賽是D4的島嶼比賽 OK常常講成團隊島嶼了 OK那其實講團隊島嶼好像也沒錯了 單挑請的團隊島嶼 OK那先來看一下兩兵選擇的文明 先來介紹一下紅方選擇的文明是亞美尼亞人 亞美尼亞人的特色呢 使他的爆破船的範圍非常廣 但是需要點下銀罐技術 而且他點下伐木技術挖金挖石的時候 還要再提升額外40%的效果 所以亞美尼亞人的經濟是非常好的 而且他的強化教堂 第一個蓋下之後會獲得一個額外的生物 所以整體打到後期 黃金也是相當充足的 那危機人呢 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於工兵單位 複合弓箭手配上自己的步兵 白血劍勇作為主力 那以海戰的部分呢 他的戰艦會多射額外的一發傷害 所以整體亞美尼亞打起來 是一個海軍文明 而不是一個陸軍文明 所以亞美尼亞人算是現在的 快要稱霸海戰的首選文明之一了 也可以這樣講 因為很多職業選手打海戰都會去選亞美尼亞人 而不再去選什麼日本打我P圖之類的 反正是亞美尼亞 最近出場率是有點高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HERA選擇的是維京人 那維京人呢 他的特色是免費的手推車跟輪軸技術 讓他的經濟非常好 那是他有個缺點 是沒有火戰船的關係 所以他封建時代 必然是要打這個戰艦的部分 那戰艦部分呢 還要再點下一級射跟二級射 還有這個奴炮戰艦升級 那承暴時代是可以去產出維京長船的 那維京長船的特色呢 是箭矢非常多 但是他的造價呢 是比奴炮戰船還要更貴的 因為維京人的戰船呢 是有這個折扣的 雖然維京戰船也有 但成本來說呢 還是維京的這個奴炮戰船 更便宜一點點 所以維京人打戰艦來說 是可以去做選擇 到底是要打這個維京長船 還是要打奴炮戰船 是有這個選擇性可以使用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維京人Hera 這邊是選擇了 五個人伐木之後 開始去補下自己的碼頭 好 這邊刺猴要找的地方是 有沒有這個香龜 先把這個香龜找出來 待會碼頭可以蓋在香龜旁邊 待會就可以直接補這個香龜來吃了 那前期海戰部分 都一樣都是五村伐木 然後六個人穩定吃肉之後 繼續補肉 然後把這個肉補到五百肉 才會再去補其他資源 那現在的META來說的話 都是在往前蓋這個碼頭 那如果沒有是往前蓋碼頭的話 通常都是打直城 那如果往前補碼頭的話 通常都是打海戰 就是要打這個前期的海戰 那ACCM這邊應該是想要打直城 直接升奴砲戰艦 然後獲得這個爆破船的效果 畢竟爆破船這個單位 要到城堡時代才有 所以ACCM應該是預設到了 HERA這邊可能會打一個 封建大開戰 畢竟他有這個 戰界上的折扣 畢竟打戰艦他 並不太會輸給成本的問題 好 那這邊 看一下 HERA這邊有什麼想法 封建時代開始 迴京人就有折扣減秒 所以整體來說 他是 從頭到尾都有這個成本上的優勢 ACCM想要獲得優勢 確實要到城堡時代 但是現在ACCM這邊升級 方面蠻特別的 十九村 然後 兩個 一個 漁船而已 然後補了一個 運輸船 打一個登陸戰 沒想到 HERA確實是打一個 封建戰艦了嘛 但沒想到 ACCM不是跟我想的一樣 他打的是 軍營棒棒開局 然後要來轉 裝甲步兵 然後再配上工兵 毛兵 鴨子 好 這邊已經溜上來 ACCM上島 HERA應該有意識到 他肯定是來開稿 那這邊一定要圍死 然後把家裡圍死一下 突然變成一個 阿拉伯 大戰 阿拉伯大戰 這邊裝甲步兵來了 那HERA這邊已經投資了這麼多戰艦 要趕快繞到後面去 偷他的戰船 偷他的漁船 哇 這裡精彩了 精彩了 這個ACCM上島戰術 有沒有料呢 封建上島 那亞美尼亞人這個文明的封建時代 並不是特別強 所以能不能搞出來優勢 其實是要看對手跟自己的戰術 決定 還有這個反應速度 這個變速實在是太多了 ACCM的優勢 就只有升級這個長劍兵 可以提前一個時代升級 的優勢 好 那封建時代升級長劍兵 哎呀 ACCM真的是有想法 大部分的職業選手看到亞美尼亞人 通常會覺得 哎呀 這應該是打直層 不然就是要打這個戰劍爆 結果打這個張圖 居然是打長劍兵壓制 我的天 封建長劍兵 太狠了 太狠了 這個效果常常讓大家遺忘住 封建時代打長劍兵這個戰術 只有亞美尼亞才笨到 黑羅真是沒有防盜這一招 哇 家裡的經濟已經變成一團亂了 現在戰劍的部分好像也沒有很好 在左邊 OK 那現在ACCM的漁船已經到處逃難了 但是 黑羅家裡已經被人弄得一團糟 即使這根劍塔蓋起來 也不一定能守得住 這個長劍兵可以直接手撕劍塔 好 但是 是 工兵單位第一時間被射 現在ACCM有點尷尬了 弓箭手如果被收掉 這些長劍兵就有點危險了 好 把ACCM工兵全部死光 長劍兵只能被這些劍使 給風箏到死 OK 這一波前期壓制應該告一段落了 黑羅的 經濟來說 還是比亞米尼亞的資品好上很多 畢竟有自己補於優勢 並不會輸太多 即使黑羅這邊被鬧了一波 你看這個經濟量 還是領先ACCM的 ACCM這裡沒有 長到太多的甜頭 雖然經濟戰損來到了三隻村民 但是 並不是非常嚴重的經濟損傷 畢竟他自己有免費的輪軸技術 剛好就補正了這個三村的劣勢 所以這個經濟資源並沒有差距太大 好 而且現在 黑羅還有捕魚的優勢 但是ACCM把前面補了一個新的碼頭 所以這裡又可以繼續捕魚了 所以ACCM這邊的捕肉優勢也沒有喪失掉 哇 沒想到黑羅被上島開搞 現在變成工兵大戰 工毛錢壓 這隻村民可能會有點危險 稍微復打一下 左邊補下了一個市集 市集補下 待會要來買賣一波 可以上城堡賽了 資源量已經差不多 那現在黑羅應該就是全部出毛兵了 應該不會再繼續出工兵了 待會把省下來的黃金全部拿去買肉也OK 那現在肉跟木頭趕快先出毛兵 穩定一下前線的這個 毛兵工兵大戰 那正面的話還要再控這一坨戰艦 哇 黑羅這邊是控工兵又扣戰艦 真的是很忙啊 好 但是戰艦部分又要打贏了 戰艦有射程優勢 那右邊捕魚 待會就會看到囉 好 正面兩邊樹一下 AC先決定在這裡捕魚跟劍塔 這樣才有 這個可以防守的地區 好 現在有劍塔 黑羅應該不會太常在正面對打 這邊在這個射程裡面對打 會越打越虧 好 這邊放了三隻弓箭手 增加一下廖用塔的傷害 這個也不是傷害 這個箭矢數量 好 兩邊是差不多時間點下城堡時代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兩邊城堡時代會怎麼打 畢竟城堡時代也是海戰的關鍵喔 自爆船 弩炮戰船 跟火戰船 而且現在有兩隻村民上島 現在亞美尼亞人也可以馬上出騎士 壓制敵方的村民 畢竟亞美尼亞的馬是跟普蘭德馬的攻防一樣 一樣是三攻二防有品種 所以亞美尼亞人騎兵豹 在職業的賽事中也是有出現過 而且還是打贏了真正的馬 我條盾人 亞美尼亞人打這個騎兵果還可以打得贏 相當不錯 好趕快出騎士 現在經濟來說 非常適合出騎士喔 肉跟金非常多 但是ACCM這邊的木頭有點爆亮 這有點尷尬 不太確定要怎麼打 這邊先點一下弩炮戰舰升級 那如果這邊還要投資弩炮戰舰的話 正面的騎士數量就會少 但是HERA這邊也是決定要來先去點騎士 那這邊就有差距囉 HERA這邊是選擇點二級射 弩炮戰舰沒有升級 而且還先點下了二級伐木 好兩邊都是出騎士 那這裡有人要補個修道院嗎 其實ACCM這裡補個修道院也不錯 馬上獲得第一個聖物 那如果這邊馬上補一個修道院的話 就意味著如果大家會打輸 這個聖物就會流落到HERA手中了 所以ACCM這邊第一個修道院 看要不要補在家裡 OK補在家裡了 那就待會再補一個新的強化教堂 OK ACCM的想法真的跟我想的一樣 因為玩亞美尼亞人會有這個疑慮在 但他這邊細節處理得很好 OK HERA這邊是繼續出戰艦 但是這邊已經轉出了圍巾大戰船 圍巾大戰船不需要升級 直接產出 不用升級這個奴炮戰艦 但是如果不升奴炮戰艦的話 自身的戰艦就不會變成奴炮戰船 所以HERA這邊有點微妙 但是如果要點奴炮戰船的話 黃金跟食物又是需要的 所以要不要升級奴炮戰船 真的是蠻看時間的 如果你要是去硬點的話 騎士數量就會少 陸戰可能就會打輸 哇 職業賽就是這麼的難打 排路都要精通喔 好 這裡沒有升級奴炮戰船 打不贏這兩台火戰船 雖然有升級可能也打太贏就是了 OK 那現在的情況是ACCN 繼續出火戰船 然後繼續補下了騎兵的科技 這個跑速已經點好了 好 岸邊戰船偷打一下 有機會打掉嗎 往回啦 火戰船過來 OK 沒事沒事 現在兩邊都很緊張 有洞喔 這裡有洞嗎 沒有洞 看起來是有洞 好 聖旅出來了 開始招翔 這一波要上了吧 哇 又被招翔掉了 結果沒有被招翔 ACCN這邊位置也不太好 雖然沒有招翔成功 好 這裡村民被阻止蓋房子 好 這裡趕快硬蓋一下 把這個房子給敲起來 毛兵第一時間把兩次弓兵給收掉 村民可以順利的把房子蓋好 好 亞美尼亞人 這裡是補下輪軸技術 經濟開始變好 但是HERA這邊早就已經有手推車了喔 免費的手推車就是比較香 好 那以陣地戰來說 亞美尼亞人的強化教堂 現在可以步步推進喔 甚至連右邊這裡也可以補個強化教堂 去設他的墓區喔 或是往後面控 那HERA這邊是打得非常好 在前面暴兵的同時 後面也在偷偷偷叮叮 但是唯一的問題是 他沒有轉升旅喔 所以這些騎士可以直接衝進來也不怕 反正沒勝旅招降 數量上不太會打輸 而謝尼也沒有轉重裝長槍兵 ACCM這邊是有主動權的 HERA這邊很尷尬喔 好 這邊直接補一根城堡 看到城堡 騎士趕快拉過來打架 但是這裡會被招降掉 好 繼續拉走 這裡可以收村 沒有關係 騎士來我就收村 OK 收村收村 現在15個人 人滿為患 OK 你招降我就拉走 還有一隻村民在蓋城堡 慢慢蓋慢慢蓋 OK 又拉一堆村民出來繼續蓋 ACCM這邊把騎士拉得有點遠 看來是要放棄了 這根城堡注定是能蓋起來的 好 戰艦的部分 看起來HERA戰艦上數量是有優勢的 並沒有打出海戰的部分 好 ACCM這裡也是3TC開農 村民差距只差距7村左右 好 右邊又鼓了一個新的強化教堂 雙強化教堂 OK 亞美尼亞的特色就是強化教堂 可以利用這個強化教堂 當作基地慢慢推進 通常會搭配這個投石車 配上強化教堂 還有這個騎士 或者是常見兵啊 工兵 都是有看過這種打法 那到底要怎麼打 其實還沒看經濟調配的 跟這個時間點 那像HERA現在意識到自己的騎士數量 很有可能會打輸喔 馬上轉出了步兵 而且是直接轉出圍巾狂彈士 好 圍巾狂彈士傷害也很高 直接跟騎士互打也不會太灰 成本來說是狂彈士稍微有點優勢了 好 這邊勝率再繼續壓力 二級馬凱先取消 先點下了一攻 防禦先不點 先點攻擊力 ACCM這邊的近戰單位 細節也是做得相當好 OK 一攻點下 近戰單位互打 攻擊力先點就對了 這裡要招了喔 要上了吧 可能會被招翔掉喔 欸 又沒招翔掉 好 HERA直接補在臉上 OK 直接蓋保 又補在臉上了 ACCM能忍嗎 這次你的TC補在旁邊了 好 你敢上來擋 我就敢上前 招翔 好 ACCCM有看到後方有圍巾狂彈士過來 HERA第一時間被招翔掉了 四隻圍巾狂彈士 剩下三隻圍巾狂彈士 趕快反擊 但最後只敲掉了一隻生鯉 正面的騎士 兩邊互打 有幾隻已經亂穿到裡面 好 正面兩邊互打 看起來ACCM這邊是打輸 這裡再重新補下城堡的建造 後方的生鯉還在招翔 但是這邊招翔 兩時間來不及第二輪 被迫收到了強化教堂裡面 好 ACCM這裡尷尬了 正面其實要打輸 強化教堂這裡的生鯉 也沒有辦法順利出來 哇 這裡的生鯉怎麼辦呢 好像沒有機會逃跑了 好 投石車出來了 等投石車現在出來 遇到這個城堡 沒有辦法 哎呀 這個投石車也是白給了 好 海戰部分看一下 ERA這邊原地讓戰機開打 但是有點被燒到生活無法治理 一定要走A才行打得贏 現在要分一些控制力 來控這些戰船 好 這些騎士讓他自己追 強化教堂終於打噴出來 生鯉回頭一招 能夠招翔到回金狂戰士嗎 好 招翔到兩隻 好 這裡再拉更多的回金狂戰士 去處理一下 下面又補了一個新的強化教堂 現在看起來 ACCM的入戰打輸 海戰部分 勉強打到快55開 但是 HERA開始又在補回金長船了 哇 這個回金大戰船 真的是太強大了 箭矢超多 攻擊力9點 好 這裡 再看一下 看起來ACCM 終究還是爆馬爆不贏 魏金狂戰士才是 維京人的主力啊 好 目前島上兩根城堡 順利守住了 好 ACCM見撞 哎呀 騎士打不贏 我們孫帝王好了 那現在島上已經沒有村民了 現在要上島也不太容易 待會把這些路上的東西 全部清理乾淨之後 HERA就可以把這些騎士運到對岸 開始也打一個雙線進攻 那現在ACC應該會走回老路 轉回打這個海戰 轉出奴炮戰船 跟製暴船作為主力 好 HERA這邊開始在暗運出船了 還沒有控制下來 就先暗運出船 看來是很想要趕快進攻 HERA也點下地龍時代 兩邊升級 時間大約差了一分鐘 好 阿美尼亞人 點下了航海技術 真的是要鬼轉海戰了 好 目前HERA還在繼續暗產 這個圍巾戰船 沒有打算要轉兵的意思 現在支援量還夠 待會還是會轉出圍巾精銳升級嗎 還是 已經出到了快30隻了 應該還是會點精銳的 好 果然ACCN點下了銀罐技術 西里西亞艦隊 待會自暴船就會非常的可怕 炸到耳下那個範圍毀天滅地 好 ACCN升到地龍時代 重型爆破船 要不要先升呢 好 先點了重型炮炮戰船 還有三級射 還有所推測 自暴船的升級 還沒有升上去 先升一下基本戰力 但是現在戰艦數量很明顯不夠 所以現在要怎麼打贏很困難 這裡有這麼多的碼頭 7個碼頭 但是HERA拆這個碼頭速度也蠻快的喔 好 已經燒起來了 好 基因隊戰艦 圍巾大戰船 還有50秒的時間 好 炮戰船運出來 被集火殘血 收掉 化學三級射 好 這邊戰艦出來了 HERA會去追嗎 分兩隊追 好像可以 咦 完全沒有異傷的問題 HERA直接把這些戰艦的DPS 打到最高 我的天 秀這兩坨 秀掉了至少七八台左右 ACCM尷尬啦 這裡戰艦完全不能成型 一定要從後面補碼頭 才有可能把這個戰艦成型了 其實這些正面應該都要當靶子 然後在後面趕快 偷偷續出這個戰艦的數量才對了 他可能太自信了 覺得自己這麼多碼頭 HERA肯定是拆不完的 已經是我 造的速度比較快 結果沒有想到 維京大戰船的 拆碼頭速度很快 因為他箭矢數量夠多 所以打這個碼頭 血量是掉的非常非常快 好 這邊維京狂戰士也上島了 現在ACCM會怎麼處理 島上的問題呢 跟海上的問題 這兩邊問題 依舊是很難纏的 欸 這裡有一台羅車 這個是來偵查的嗎 HERA拉了一隻村民去扁了一下羅車 OK 這裡看起來是有機會成型 戰艦數量慢慢多了起來 好 維京狂戰士上島 快殺傷 掠掠 追逐這些村民 讓這些維京狂戰士成為真正的維京人 好 維京人還有精銳火炮戰船升級 這維京人的海戰士真的蠻強的啊 因為不是所有的文明都有這個精銳火炮戰船升級 但是維京人有 接下來攻擊岸邊就輕鬆多了 開炮 維京 好 HERA在這邊偵查一下 果然右側有爆戰船啊 OK 這坨維京狂戰士在發呆啊 但是忘記要控制他們了 好 這邊上島一下 騷擾圖線 先拆一下魔防 這邊再找機會進攻 我左邊的村民直接被騎士騎上去 開始補馬就了 HERA這邊沒有要走騎士路線 沒有要走步兵路線 而是要直接走 騎兵嗎 好 維京狂戰士看一下有沒有生精銳 還沒有 這邊是先點了二攻 好 二級馬卡也升級了 待會可以直接爆馬 感覺ACCN可能會被一波帶走 岸邊的火炮戰劍也越來越多了 城堡拆除 岸邊生活無法治理 這裡的戰劍是唯一的希望 好 戰劍要出動了 但現在戰劍要出動的話 要從左邊過來也不太容易 好 ACCN這邊 修道院被拆掉 KERA這邊想來撿生物 但是ACCN馬上補了城堡 防守這些生物被偷的可能 城堡過來 射掉這些騎士 沒問題 要轉複合弓箭手嗎 還是要直接弩兵一直線 好 右邊再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這個距離好像打得到 16點射程啊 火炮戰船 這個看起來是打得到 這個高地堡能不能守住喔 是個大問題 好 火炮戰船打得非常開心 羅車都被打掉了 哇 還打到村民 火炮戰船射程真的太遠了 好 左邊補了非常多的馬修 KERA開始從右側想要突進了嗎 但是主要戰舰已經在左側了 好 火炮這邊趕快調度艦隊 回來左側 防守 正面部分 開始想要轉出騎士嗎 還是肉嗎 先轉肉嘛 ACCN這邊肉也很多 還是ACCN要轉白血劍勇呢 好 開始轉複合弓 複合弓打騎士 傷害很高喔 尤其是遊俠單位 跟一般的奴兵比起來 複合弓效率是真的好 好 這裡圍巾 大戰船一發一艘 奴炮戰船 但是出量不夠了 開始沒有辦法一發一艘喔 好 兩邊出量差不多 九艘打九艘 奴炮戰船的血量比較有優勢 圍巾大戰船的血量只有160滴血 X5滴血也是有差距喔 OK 差距被打出來了 哇 尷尬了 尾巾長船被清光 現在ACCN這裡還沒有轉出爆破船嗎 欸靠 它轉的東西居然是 德羅蒙戰舰啊 哇 這個有想法啊 德羅蒙戰舰是射程非常遠的 這個頭池車戰舰 這個頭池車戰舰出來喔 是有這個 它有一點射程喔 德亞美尼亞爾的淫貫激素 哇靠 這羅蒙戰舰 這個不確定是不是個好的決定啊 它的射程呢 跟火炮一樣是13點喔 12加1 好 這邊又再次上倒 這裡是運了更多的村民 HERA這邊有非常多的肉跟木頭 好 火炮戰船從左邊進攻 想要直接打掉這裡的城堡 城堡直接被火炮戰船迅速拆掉 好 這邊有肉馬 看到復合弓完全打不贏 整發掉了 復合弓的防守能力還是不錯的 好 這一波大決戰 我個人認為 覺得 德魯蒙戰舰在實戰上來說 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項喔 但也有可能是我看的樣本不夠多 但至少看了將近三四十場 八到五十場的左右的樣本數 德魯蒙戰舰實際發揮效果 一直以來都不是很好 哇 這火炮戰船 瞬間點掉了好幾台 好 火炮戰船 飛彈飛過來 直接打了一大片 ACCM是不是忘記 維京有精隊火炮戰船 火炮戰船 意味著它也是個火炮類型啊 全部聚在一起會被秒殺的 好 但是維京炸戰船怎麼先繞幹火炮戰船 好 打下 OK 打掉了一點 偷車戰艦開始往前壓制 現在兩邊戰艦數量有點差距喔 ACCM這邊戰艦數量更多一點點 OK 複合弓現在趨勢往前 看到新的馬舟 Aura這邊蓋了一根城堡之後 要繼續補騎士嗎 這邊要補射箭場 好 先鬼轉個戰毛兵 解一下這一圖弓兵 ACCM點下了精銳 複合弓箭手 火炮塔也慢慢升級當中 好 投石車戰艦 是ACCM唯一能在海戰出的工程戰艦喔 所以這邊德魯蒙戰艦能不能打出優勢很關鍵 投石車砸 ACCM差點砸到大駝的 但是Hura靠著自己的操作 閃掉了大量投石 火爆戰船邊打邊跑 OK 這裡投石車砸到了 ACCM起飛 哇 居然爆炸 沒有想到德魯蒙戰艦這次立了大功 多一點射程 果然還是不一樣啊 好 但是海戰爆掉了 就代表著Hura 陸地有更多的人口 可以爆兵直接一波帶走ACCM吧 好 但是ACCM現在有海戰的優勢 要拆除這些建築物完全不成問題啊 甚至連城堡也可以用投石車戰艦喔 可以直接投石掉 哇 這個投石車戰艦打城堡很痛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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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血量掉的有點誇張 好 火爆戰船利用自己的射程優勢 進行射程打擊 好 Hura這邊補了更多的戰船 直接岸邊偷村 好 這邊補了一個世界習慣 WTF WTF 正式比賽中有這種戰術嗎 世界習慣 這是 這是會WIN的打法嗎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在賽事中蓋世界習慣 ACCM可能是第一人 怎麼會有世界習慣 怪怪的 怪怪的 好 ACCM點下投石車的升級 看來是受不了這些 戰毛兵 好 ACC的肉也不太夠了 暗邊被處理得差不多 好 但投石車戰艦也在慢慢拆除Hura的城堡 世界習慣又蓋好了 這是什麼招啊 亞美尼亞人的世界習慣 蓋好了 而且投石車也出來了 OK 這一波投石車 差點找到投石車 這邊巨型投石機輸出非常快速啊 甚至連沖車也出來了 維基人是有大沖車的文明喔 這邊大沖車都更速度效率非常好 ACCM有這個中投 趕快找個機會去解一下投石車 好 ACCM也轉沖車 也轉沖車 我也轉沖車 這是什麼卡卡西戰術是不是 血輪眼 好 結果左邊這一坨戰劍被殲滅了嗎 好像不是 主力戰劍是在右邊 哇 這裡分戰劍 分到自己戰劍數量有點不太夠喔 ACCM這一波的反打 有沒有反打的機會 來看一下 HERA這邊的操作會是如何 現在世界習慣還有180年 相當還要再等個 大概20分鐘左右 200年 不是20年 好 那維基人大戰船已經沒有在這出了 現在是在出重型奴炮戰船 轉型 HERA最後還是轉成了奴炮戰船了 畢竟奴炮戰船 比維基人來說是非常便宜的戰劍 好 這邊HERA趕快全力進攻 ACCM把所有的資源 轉成了投石車 跟複合弓 好 投石車趕快砸一下 這些重型抽車要趕快解掉才行 好 這裡又可以砸 欸 沒有預判成功 HERA這邊非常淡定 想要預判 但是她的目標是後方的巨型投石機 巨型投石機第一時間被拆掉 後方的世界習慣火了下來 還有700多滴就被打掉了 HERA很可惜沒有被 沒有拆除世界習慣成功 但是前方的肉碼 雖然有點多 這些投石車可能要全掉了 哇 好 ACCM沒有投石車 還能再戰嗎 趕快買個資源修理一下世界習慣 哇 這到底是什麼畫面 實戰中 修理世界習慣 這裡巨型投石機 終於要拆掉敵方城堡 但是ACCM終於打出了G級 我們恭喜HERA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這一波ACCM 世界習慣秀了一把 但是HERA只用了50年的時間 就讓對手ACCM打出了GG了 那海戰部分 轉出了大量弩炮戰艦 無情碾壓 雖然沒有看到戰艦是怎麼毀掉的 但應該是用數量A過去 因為畢竟剛剛在打本土保衛戰 沒有時間去控海戰 是正常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HERA拿下資源上的勝利 大概贏了快要7-8000左右的資源 居次方面來到了1.02的KD 但HERA還是贏的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順便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先訂閱 記得訂閱 這邊訂閱 請記得訂閱 賞